哈囉大家好我是魚 有網友在問 在Win11更新之後 祭祀本一打開 他會連同之前的東西一起帶出來 這個東西讓他覺得有點困擾 有沒有辦法改回之前的樣子呢? 那其實是可以的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怎樣把祭祀本變回以前的樣子 其實目前這個狀況對我來說也是挺麻煩的 因為我很常會臨時需要打一些暫時性的東西 可是以目前的祭祀本來說 如果你打完之後 就算你沒有存檔 他還是會自己留著 你在下一次打開祭祀本的時候 資料還是會在上面 不會給你一個全新的祭祀本 所以是真的挺麻煩的 那要調回之前的樣子的話 你可以選右上角這邊有一個設定 把它點下去 進來之後 這裡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正在開啟檔案 這邊你可以把它改成 在新視窗開啟 像你每一次開祭祀本的時候 他就會開一個新的視窗出來 那再來第二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祭祀本啟動時 這個地方你把它點開來 改成開新視窗 這樣的話呢 下一次開啟的時候 他就不會保留上一次的檔案 他會直接開一個新的視窗出來 改完這兩個之後呢 我們就回上一頁 然後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那這一次你就會發現 他有問你要不要存檔了 有沒有 因為之前的話是他完全不會問 他就是自動幫你保留起來 那這邊我就先按儲存 那因為我裡面其實有很多個檔案啦 我就先都不儲存好了 好 看這麼多的檔案有沒有 都是之前沒有儲存 然後他自己保留下來的 這時候我再去開一個新的祭祀本 你看他就是一個全新的祭祀本了 即便我現在在裡面打了一些內容 然後把它插插 我可以選不儲存 下一次開的時候 就又是一個全新的祭祀本 以我自己在使用的情況來說 這樣子還是會讓我比較習慣一點啦 不過這也並不是說新的模式不好啦 就是真的看每個人的習慣 跟他使用的需求 如果你是真的有那個使用的需求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自己去調整成 適合你使用的方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是羽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